你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你们在家做红烧肉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盾 那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 不但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而且越吃越想吃 你要是把它学会了 那可就是你的拿手菜 首先切好的五花肉 用盐水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做能把肉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泡出来 而且还能使口感身上去更加的软木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 跟你们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 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不放少许油 倒入五花肉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把它的牛油炒出来 这才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 熬出来的油脂不要挡 留着过年可以炒个青菜 然后加葱姜 八角 干辣椒 调味只需要这么一包红烧酱汁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因为很多人做红烧肉不会炒汤晒 总是掌握不好调料的比例 做出来的红烧肉啊 不是发苦就是发黑 还可以用它来做红烧台 红烧猪蹄也非常的好吃 加入啤酒去你增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蘑菇五花肉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然后开大火烧浓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 软烂入味 学会了 赶紧去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